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想和您分享这批拼多多买的货 这批货其实是我第一批货来的 但是到这一刻才到复 因为它是被海关扣查一辆车 所以这批货迟了10天才到香港 然后又在字题点又不知为什么走来走去都未走到我 所以迟了很多天 今天才到 好了 这是我第一批货买 这个是蚎痘'll 蚺黄味 其实在Costco买过一种吃觉很好气 所以在拼多多里看到有这个 买来试 我便见他40%包 其实每次吃一包已经足够了 就� pacqu aujourdube 但很快吃 它比较我之前买的 味道其实都一样的 只是我觉得它小粒一点 OK的 它好像是20多元人民币左右 好像20多元人民币左右 或者上来5毛钱人民币左右一包 好了,这包先看看 哦,紫菜 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吃紫菜 我上次在楼上买 一匹紫菜好像是四两桩的 就已经四十多元了 四两桩四十多元 现在这里应该是250克 250克大概是六两多些 是10元左右人民币 我都试了 吃面的时候试了 这个质素都可以 其实相对是价值的 嗯,看看 还有这个 是很重的 我展开看看 今次这批货里面最重就是这个 我订了 两个 我这些 就是里面是艾草的枕头 那它的形状就好像骨头一样 就是中间那里会窄一些 还有呢 它宣传拍的时候 就是可以帮助 舒缓失眠 其实艾草应该有很多好处 就是又可以提神 因为我闻到它有很香的艾草味 那如果你用来睡觉 就是浸在中间那里 那对那个颈呢 其实都舒服的 我试了 都舒服 还有呢 也闻到有 就是震震的那些 那些艾草味 那和它都 多的 就是里面 塞住的艾草都多的 那它都是位上来 8个多人民币一个 但是就比较重一点的 它差不多1kg一个 那好吧 看一下这个先 这个 这个 哦 是一条短裤来的 其实我都是试一下的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对它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 一条短裤 那如果它靓靓的 就可以出街啦 如果不靓的 就在家里穿 都是十几元 十四五元人民币 这条 那它有袋的 那不过它的质地 就不是棉质来的 好像一些 Polyester那类 那样 但是我想都OK的 但是它不是棉质 那好吧 再看一下先 这个 哦 这个呢 它叫做艾野茶 其实它在这个广告里 它是说自己 有四种药材的 就是有石盒 有蜜冬 有花旗心 还有肉粥的 那我呢 就看它拍出来 都很漂亮的 好像包包呢 就是它拍的 就是包包都有一些药材在那 就是好像很漂亮的 那现在来到呢 你看到呢 这些茶包 就小小包 都当OK 就是当是一杯的分量 那 但是我都要拆出去看一下 因为我拍片的嘛 那我拆出去看一下 究竟它里面是什么材料 但是呢 这个就是外表 但是其实它这个外表 在广告里 是没有拍出来的 在广告里 只是拍一些 那些很漂亮的药材 在那儿煲水啊 那样 就说你不用煲了 我们呢 就已经整造一包包的茶包 那样 那里面上来呢 就好像是三毫多次一个茶包 那样 那呢 因为我买了九十个茶包 那就是二十六个多 那但是现在拆出来看呢 它的材料呢 就 我就觉得我不见有 不见到有花旗心啦 玉竹啦 蜜冬都不见 反而呢 就见到那些呢 其实是大蜜茶来的 啡色一粒粒 好像粒菊 那些是大蜜茶啦 那黑黑的那些呢 就是铝精子 那在现在的包装上就有写 但是在广告上 其实就没有提到的 那至于石盒呢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知道 是不是石盒来的 因为平时的石盒呢 就是卷了一粒粒的嘛 卷了 那就算你切短了 都不应该是那么直 那所以我也不太肯定 它那只是不是石盒 那但是呢 那但是呢 我想它都有那个 就是清心脆饭啦 就是熬夜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会很燥热啊 那样呢 应该它这个茶都可以做到功效的 我觉得啊 那但是呢 就 但是就和它的那个宣传呢 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你在宣传那里呢 它是应该有花其心啦 有石盒 肉粥 但是好像蜜冬那样啦 已经很明显是没有蜜冬的 是那些是大蜜茶来的 那我不知道宣传那人是不懂啊 还是专专验人啦 那好了 我就倒了出来看了之后 那我就试一下 就是冲水喝 看一下那些味道怎么样啦 那我用回另外一些茶包呢 那我就将那些材料入回 那接着呢 就加入一些热水 那那 油去烤一会儿啦 起码大概烤它15分钟左右才来喝啦 那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放在一边 那但是其实呢 那 喝下去的味呢 就肯定是大蜜茶的味的了 而且我又喝不到又花其心的味的了 那好了 现在油去放在那裡先 那呢 和这些茶呢 我都是申请退款的 那也成功退款 是因为呢 我觉得它不符合它的描述啦 那里面的材料都不是它 就是应该要给我的东西 那所以我就会申请退款 那好了 这包呢 就是 纸巾来的 那它呢 就是说呢 应该是 可以洗面那些一次性的纸巾啦 那还有呢 就是 可以挂在墙上 那这包呢 就是11个多人民币的 那你可以挂在墙上 看着 刚才它也有个欧送给你的 挂在墙上呢 那跟着呢 就在下面拔的 那现在呢 就在底那里 那里呢 那它有一个位呢 你就可以撕开它 那还有我都试了呢 它这只呢 都ok的 它的纸质呢 都很柔软 和厚的 因为我买的时候 我都是选择有加厚的 那它事实真是厚一点 又柔软一点 和我呢 之前呢 去东莞其中一间超乌市场呢 买过的 就是一样是个质素好 那就是这些了 可以其实平时洗面呢 就每朝早 就可以拿一张新的出来洗面 洗完面之后呢 那你可以拿一张纸巾呢 周围抹一下东西 我觉得都挺好的 这只 那就ok了 好了 另外一包 看看先 我都没看到是什么 哦 这只是 套在冷气机的防尘袋 不是在用的时候套的 即是到夏天过了之后 你个冷气机不用的了 即是不会开了 那你就可以抹乾淨的冷气机之后呢 就用这个胶袋套住它 那呢 和刚才那些袋 都好像是十二个多 有四个了 好了 这只呢 就是耳筒来的 即是耳机来的 那它呢 就写着 原本呢 它写着是骨泉 即是可以接触你的耳骨 就已经传到声音的 是应该是 不是直接 不是很直接 那平时 凹着的耳朵 听的 那好了 现在呢 就看看 这个就是那些 凹冷气机的那些袋 那它都是薄薄的 但是ok的 那质地都 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我买这个呢 是大size来的 那它意思呢 就是大中小马的 冷气机呢 都适合套的 那样 那但是我现在就不套住了 就是等 就是 差不多接近冬天 那时候 不用冷气机那时候 才用呢 那但是都ok 它是大概 是三元左右 人民币到一个 那好了 那这杯茶呢 就浸了十五分钟以上 那我就拿来喝了 那它是 我是喝到大蜜茶的味 其实大蜜茶呢 都是凉的 也是可以去暑啊 那样 也可以帮助减肥的 那其实它里面的材料呢 比如铝精子呢 都是 都是对我们身体好的 那不过呢 如果你是有 容易辐射的人呢 就不适合喝了 那好了 现在看个耳机那里了 那它呢 就是有个耳机 还有那个充电线 那还有一个说明书 那呢 就有一粒大粒 一粒小粒 小粒的那里就是出声的 那但是呢 那呢 现在要去充电了 但是呢 我就试了了 就发觉呢 其实它不是骨泉的 就是不是用耳骨泉声音的 它根本就是一个普通的蓝牙耳机 来的而已 就算你摆开外面 它都发出声音的 那音质呢 就普普通通 因为其实它呢 这个价钱都是十六个多人民币 那所以 就算了 就当一个普通的蓝牙耳机来用 那就算了 那好了 今次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the channel 我也欢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